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今天我们不谈他的创业 我们是要来谈一下政治 谈一下大选 谈一下内阁制 周一辰你好 王好 石板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片 早上8点55分 我打电话给柯文哲主席 我直接问他说 有媒体报导说蓝白河已经破局了 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他跟我说没有破局了 如果破局了中华民国就完蛋了 9点36分 跟柯文哲主席打电话给我 他说 他认为现在双方有一点歧义 但是不要破局 所以应该进入政党协商 蓝白河中局之战又要拖延下去 甚至没等到民众党代表到场 记者会就已经开始 双方对于民调规则缺乏共识 而罵办更透露 前一晚第一时间致电给柯文哲 结果没人接听 昨天晚上12点 我就开精英去睡觉了 我早上起来发现 哇 从那个12点到今天早上6点 怎么那么多电话 而蓝白最大旗舰就是民调误差范围 柯文哲坚守底线最多让3% 而蓝英主张按照统计学 应该是扩大到正负值的上下线 也就是3加3 6个百分点才合理 我们也愿意协商 我们不是说就破局了 但是不要要求我们让6% 然后叫自己器械投降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跟我们的支持者 也没办法交代 从来没有所谓的让6%或让几% 我们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在统计范围之内 误差范围之内 尽管强调没破局 但蓝英抛出最后24小时 在时间压力之下恐怕需要尽快回到政党协商 其他科猴的这种组合都比 跟对代销的组合都远比 猴科对代销的组合 统计误差次 这个不是朱立伦可以发明的 也不是某个教授就可以改变的 两边各有坚持距离合作 还有一段距离 周一诚 这个我们先来谈一下 你对于蓝白河城局的看法 蓝白河现在要合作选了 你觉得这个过程本身 说明了什么问题 你对这个合作看好 真的能够成功吗 然后他对于大选的影响 对于民进党来说 怎么样来对抗蓝白沛 我觉得因为总统候选人登记 是从11月20号到11月24号 这中间如果他们一直往后拖延 这个登记的时间的话 其实中间还是有可能会有人反悔的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 这个很明确的判断 但是蓝白河当然它就是一个政治权力的考量 它唯一能够合理解释的就是要去下架民进党 但是蓝白河到底要达到什么东西 他们自己目前都还不清楚 为什么在先前合不起来 然后到最后时间竟然可以合 而且是由马英九前总统 他出手来可以讲说半强迫 然后他还提出了什么样的利诱的条件 这个是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很明确的 可以判断说这个背后一定有中国的 力量的介入 因为蓝白一旦合 目前对侯友宜对柯文哲来讲 他们谁得到的比较多 目前其实还不确定 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中国会在这边有最大的得力 马英九先生他要的是他作为前总统 他的历史定位 然后他的政治的遗产 他的legacy 他希望能够被确定下来 他所谓的legacy 其实就是他父亲给他耳提面命的化毒箭筒 这样的一个算是他的使命 然后马英九在他卸任之前 他去见习近平 然后在卸任之后 又急忙地去到中国大陆 这个其实就是马英九他念念不忘 他想要去推动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马英九跟习近平 这个是非常客观 我并没有在说有什么内幕 或说揣测他们的动机 不是 而是他们两个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马英九现在用非常大的力气 来推动这个蓝白盒 我认为对侯也好 对科也好 他们谁得的比较多 谁施的比较多 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中国共产党 还有马英九先生 他们是最大的获利者 当然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孝续成在这次马英九正式出面 推动蓝白盒之前 一个星期去了北京开会 那根据媒体的报道 他也有见了过台办的官员 然后有这个可能有各种样的指示拿来 但是无论如何 马英九现在成了一个台湾蓝营的最大共主 或者他可以垂帘听证 从柯文哲的角度来讲 柯文哲一贯主张 他是超越蓝绿的 他自己是白的 不蓝不绿的 可是这一次他最后决定接受蓝白盒的话 那等于是对他原来的支持者的一种背叛 等于是说他为了一个短期的政治利益 下架民进党 然后他把他长期坚持的 所谓超越蓝绿的政治目标 政治定位给放弃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 台湾政治并转了一个圈子 第三势力根本无法形成 又回到了蓝绿对决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 我的看法是 台湾社会有这样的一个demand 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没有一个好的supply 所以柯文哲他其实是一个错的人选 那透过这次的蓝白盒 我相信原先支持柯文哲的人 或对他有所期望的人 应该很大部分会破灭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说柯文哲先生 他在整个蓝白盒的过程中 他也没有提出什么有利的论点 说这个事情要这样做 那看到他在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点神色仓皇 或者说吱吱呜呜的 就是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很想清楚这个事情 那他开始去扯说台海可能会有战争 所以他的目的是这样等等 换言之我认为他本来没有想得很清楚 但是可能临时做了一个非常仓促的大转弯的决定 然后以至于说连他的党内的幕僚 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 而且我们现在都判断说 他现在他今天在心里面可能充满着各种悔恨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看到说 柯文哲先生他其实不适合作为一个领导者 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其实是差的 就是当他在顺境的时候 他可能会非常的傲慢 觉得他自己很厉害 但是当他遇到很大的权威的时候 他可能会变得非常的脆弱 然后他有可能在最后一刻 去转变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他过去他的理由是说 我们是外科医生 所以要在最后一分钟才能够决定 他这个刀要怎么开 那这个是他自己去合理化他的行为 但是作为一个政府国家的领导者的话 是不可能这样子做 因为人民对他的信心会完全的崩溃 而且他的思想或他的政策 没有人有办法去预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 我认为柯文哲先生这一次的行为 已经展现出说 他其实是一个 他的内心是一个相当脆弱的投机者 所以用一个内心脆弱 心理素质不够好 这样的一个政治投机者 这个角度来看他 我认为是越来越接近去理解这一位政治人物 他的真相 而且我认为说我们也可以判断说 这样的人他其实没有办法在台湾未来 正在面临到很多的国内外挑战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子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者 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具体看一下蓝白达成的六点协议里面 关于联合政府的协议 这里面有提到 当然总统副总统大配 蓝白配 然后总统将来是决定国防外交 但是副总统由民调比较高的 就是国民党来负责 对不起不是副总统 我重新讲一下 总统决定国防外交 但是行政院内阁 基本上由国民党来决定 然后民众党提名一些人参加到内阁 而且克文哲一公开说了 主要负责一些监督方面的部门 他有提到法务部 有提到NCC 有提到金管会 他似乎提到这三个部门他有兴趣 好像这种分账已经分好了吗 我认为 其实关键最重大的 还是在于国防外交 因为这个是台湾未来几年最大的挑战 当然也包括对外的经贸 因为这整个事情是 国际事务是统整在一起的 我认为现在国民党跟柯文哲 他们所谈到的这些方案 在我看来是非常治安难行 因为我认为他们将来即使在立法院 能够形成一个多数 也可能是一个蛮脆弱的多数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说 柯文哲先生 他的决策是有可能会反复转变的 所以这些权力的分配 或所谓的联合政府这样的安排 他也随时有可能会崩溃 再者就是就柯文哲来讲 他真的找得到非常适任的阁源吗 他在台北市政府的小内阁 其实就非常的不稳定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形成他自己的团队 然后跟国民党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在我看来是有很大的变数 所以诚 我们来谈一下所谓蓝白河 他们表面上 柯文哲跟朱立伦会谈 达成了一个协议的一个关键的内容 就是所谓选后 如果他们当选要推动内阁制 这个问题实际上你是非常有资格来谈这个事情 因为你2007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写过一个第三共和修宪缩贴 就提出要在台湾推动议会内阁制 可是你认为柯文哲提出的内阁制 实际上并不是你想要的内阁制 实际上差很远 他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议会内阁制 他提出的或者他跟朱立伦达成的协议 只是一个 柯文哲和民众党和国民党的权力分配的构想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释一下 就是你心目中的内阁制是什么 你理解的柯文哲和国民党要的内阁制是什么 柯文哲先生 他过去他对于宪政 其实是不了解的 我们其实可以从他谈话的时候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他对于社会政治的大部分的问题 其实可以讲说是相当无知的 所以这一次的所谓的内阁制 其实是为了要去合理化他们的蓝白和 也就是说蓝白和他们要合的话 必须要先讲好未来的权力分配 那未来的权力分配呢 会牵涉到国会 会牵涉到行政权 那他们为了要去分这个权力 所以就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说我们为什么合在一起 然后将来要怎么分 那将来要怎么分呢 他们就用这个内阁制 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说法 所以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推动内阁制 而是要去界定 那将来的总统是谁 然后行政委员是谁 那即使如此 他们双方其实都还没有达到共识 其实我也谈过有另外一个因素 在蓝白和的背后 会导致他们破局的因素 就是气保的可能性 因为所谓的蓝白和 它是要因为里面讲所谓 share the ticket 就是说大家要放在同一张选票上 那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 那但是呢 另外一种和其实是气保 也就是说在选举前 那领先的一方说气猴保科 或者说气科保猴 那因为有这个气保的这个盘算存在 所以呢 柯文哲其实并不会去接受这个蓝白和 他们的最后的这个合作的方案 我认为成局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小 那但是呢 当初他们为了要谈下去 所以就提出这个所谓的内阁制 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们从柯文哲 他所提出来的内阁 他的所谓的 好像有所谓的七项主张吧 就非常的荒谬 其中一个是他说总统 要到立法院去报告 那这个是总统制的概念 那但是呢 他又说要有三权分立 那三权分立啊 他完全就是一个总统制的宪政 才会有三权分立 因为在内阁制里面啊 真正内阁制的正确说法 应该是议会内阁制 那议会内阁制就是以议会为优越的 两位 一位在英国留学 一位来自日本 你们都是实施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来的 那所以非常了解议会内阁制 他真正的精神 其实是国会的议会的主权 议会是代表人民的 然后再从议会里面去形成内阁 那现在柯文哲也好 朱立伦也好 他们所讲的内阁制啊 其实根本不可能发生 那柯文哲他说 我们要透过所谓的宪政惯例啊 然后让立法院啊 来同意这个行政院长的人选 其实这个已经违背了 我们现在的宪法 明文规定的这个内容 那真的要推动议会内阁制的话 其实需要大规模的修宪 那大规模的修宪呢 需要在立法院里面 主要政党的合作 所以就这样还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要能够合作来推动大规模的修宪 而且还要经过高达一半以上的 合格选民的同意票 才能够修宪 所以修宪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程 但是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 那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不可能是透过柯文哲先生 朱立伦先生 他们这种密室啊 讨论一下啊 或者说记者会讲一讲 就能够来推动议会内阁制 而是需要非常深入的政党之间的对话 然后社会的共识 所以我认为 他可能还需要另外一个系列的国事会议 那这个国事会议是在1990年 就李登辉先生 他在我们的 就刚刚谈到这个所谓野百合学运 之后 那启动了国事会议 来推动整个1990年代的宪政工程 所以议会内阁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事情 它是值得做的事情 但绝对不是像 柯文哲跟朱立伦他们所讲的那个样子 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有过一个公投 就是关于18岁公民权的问题 当时在台湾的国会里面 立法院是各个党都支持的 立法院是通过的 但是一般老百姓公民投票 反而那个没通过 连18岁公民权都通不过 你要把整个台湾的宪政体制 从总统制改成内阁制 这个事情基本上在目前的台湾政治状况下 是做不到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说我在一些国家生活过 凡是内阁制的国家 其实都向往总统制 日本每几年都有一群人写文章 说日本要变成总统制 因为内阁制有内阁制的问题 但是凡是总统制的国家 都有点向往内阁制 因为总统制有总统制的问题 任何制度 其实都有它的本身的短板和缺陷 但是说就是什么内阁制 我们讲的日本是内阁制 权力最大的是总理首相 然后天皇是虚的 天皇只是国民的象征 只是出门跟大家接见一下 表示一个友好 不决定任何事情 英国也是一样 那么比如说同样德国的总统 包括现在以色列的总统 这些国家总统是虚位 内阁制总统就是虚位 那我第一次听说 一个想选总统的人 说我要内阁制 那你选他干什么 你选到选上总统以后 你把权力全放弃掉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这是矛盾 很矛盾的 那你应该是要修宪 这个总统我觉得很奇怪 另外一个 我觉得内阁制 有内阁制很多好处 但是好处我想大家都在讲 内阁制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内阁制 因为总统制的话 总统是负责外交和安保的 国防的 这两块的地方 是四年一受检验的 那么因为不管是外交和国防 其实都需要一个长期政权 一个长期的规划 要一点点做成绩 做不出成绩的国民 四年可以检验一次 淘汰你一次 但是内阁制的话 就是像比如说日本 经济最不好的时候 出现过十年九项 十年九个首相 那么每个首相 可能外交方针都不一样 国防方针也不一样 一会国防预算增加 一会减少了 一会又增加 一会又减少了 这根本什么也做不出来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台湾的强项 其实我觉得外交和国防 对台湾来说 是现在最重要的 我觉得要比日本重要的多 因为台湾的 你外交是你的生存空间 你的国防是你的生存 这个东西 如果说变成一种内阁制 今天换一个行政院长 明天再换一个行政院长 外交的政策换来换去的话 你的朋友就没有了 然后你的国防政策 一增一减 一增一减的话 你是没有造不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湾 我至少认为台湾现在 在安全国家存亡 还受到非常大威胁的时候 我觉得内阁制并不适合台湾 对 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我从英国来的 我也这么认为 我认为在台湾 外敌当前的情况下面 有生死存亡的情况下面 随时需要紧急战时动员 在这种情况下面 总统制更合适 总统是三军统帅 又是负责外交国防 他有能力 可以紧急做战时动员 但是如果你是内阁制的话 万一国会里面有很多小党 大家一直要搞联合政府 要搞很多这种讨论协商 做战时紧急动员 实际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当然英国历史上 丘吉尔当时是跟工党合作 是有联合政府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 在英国虽然是联合政府 但实际上当时是两党 只有两个党 所以相对还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万一你有三个党 四个党 五个党的话 就很麻烦 就很困难 我觉得我稍微下一句 我觉得内阁制 现在出现很大秘密 就是以色列了 以色列他现在 内塔亚会很强硬派 但是大家都说 这次哈马斯问题解决之后 他要下台 那下台又换上什么人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其实我觉得 对以色列的国安是 很大的一个威胁 就是今天出现一个首相 我拿土地换和平 明天我要强硬 反正这样的话 真的你的政策 非常变化太快的话 影响对有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不好意思 加一句 不过这个总统制或内阁制 对于国防外交的影响 要放在政党体系里面来看 就是因为总统制 通常会导向两党制 那议会内阁制的话 它可以是两党制 也可以是多党制 所以一个国家 它能不能有长期稳定的对外政策 其实关键是在于说 这些主要政党 他们彼此之间 对于国家利益 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在总统制之下 如果说两党轮替执政 但是两党对于国家的主权 对于国家的安全 这些看法相差太大的话 那这样的总统制 它也是非常不稳定的 其实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问题 比如说马英九总统的任内 然后他对于军售的看法 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那跟后来的蔡英文总统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政党体系 我觉得关键是在这个party system 在这个政党体系 那这政党体系 它如果能够有对外一致 对内竞争 这样的关系的话 那就可以维持对外政策的稳定 那但是对内政策 它是有竞争 有替换 那这个我认为是比较符合台湾的民主的利益 对 但你讲的这个问题 不是靠内阁制或者总统制能够解决的 因为你本质上的问题是国家认同问题 台湾主要的政党对于国家认同有 有根本性的不一致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要通过总统制或者内阁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没办法解决 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时间 然后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慢慢的所谓天然独 大家有自然的对于台湾国家的认同 和通过教育 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时间的磨合 大家形成了比较更一致的国家认同观念 才能够解决你刚才想要解决的问题 但不管是你什么样的总统 都是选出来的民主 但是说至少台湾这样的地方 四年八年一换政策 要比每年都换政策 至少要安定一些 要不两边都搞砸 如果台湾变成是一个具有高度共识的 但是是多党制的政府的话 我认为它的对外政策可以非常的稳定 因为内阁制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不受到任期的限制 所以如果说一个政策 它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的话 这个政党或者它的联盟 就可以长期执政 而且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让这个体系 可以把偏向 可以讲说反对台湾民主 或者说反对台湾主权的政党 把它的力量压抑在 一个相对上少数的地位 我认为这样的 大的战略目标 它基本上只有在 多党的议会内阁制里面 有办法做到 不过当然这是理想 所以我认为说 它是未来的事情 它不是现在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事情还是 台湾必须要选出一个对的总统 不然的话 我们接下来会面对非常严重的问题 目前为止 在现有现政体制下 台湾选对总统 对于台湾的安全国家生存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认为在现有的现政体制下 民进党是当前台湾 唯一的现代民主政党 它具备内外治理能力 而且具有相对充足的人才库 可是我有点觉得奇怪 为什么国民党这么多年了 在台湾 从1945年开始当执政党以来 70多年的历史里面 几乎90%都是国民党在执政 它为什么不能够演化成一个 现代化的民主化的政党呢 国民党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一个团体 但是它很大一段时间 它是在一个有点像邦会 然后还有家族的统治之下 那国民党它有一个传统 就是它以敌为师 它败给共产党 它就学共产党 它败给民进党 它就学民进党 但是呢 他们一直都没有学到真正的金钥 他们只学打败他们的人的一些皮毛 所以国民党学到的 其实反而都是不好的东西 那国民党一直有这个家天下 或者说有这个代表 它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传统 这样的一种它的文化 所以国民党一直非常难 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政党 这个从我们到国民党在野之后 然后又执政 然后又在野 那从他们的表现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国民党内部 它的党内的民主 其实都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他们也缺乏一个 能够自主运作的机制 所以才会有 现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 侯友宜先生 连国民党内部到现在都还质疑他 是不是一个真的能够代表 国民党的人选 那这就是国民党他缺乏 现代民主政党的特质 那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几个 其他的政党 民进党他虽然有非常多的缺点 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是民进党的党员 也是他的干部 所以我对民进党的问题很了解 但是民进党不论如何 他对于台湾主权的坚持 还有台湾民主的信念 这个是我虽然对民党很多的批评 但是这方面我是信赖他的 那再者就是民进党 因为他一开始的这些创立者 都有民主的信念 所以民进党内部是有党内民主的 他是有制度的 所以民进党纵然有非常多内部的争斗 争辩 但是基本上都还能够 用他党内的制度来解决 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现代民主的政党 那我们看这个柯文哲先生 他所创立的台湾民众党 这个党我们也看不出来 他有什么内部的规章 那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一人政党 所以这样的一人政党 他能不能够 他是个粉丝俱乐部 柯文哲粉丝俱乐部 对 他有没有办法永续经营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过台湾有很多 这些第三势力的起落 当年宋楚瑜先生 他是省长 然后他有非常强的行政团队 他拥有的人才 远超过现在柯文哲先生的人才库 更何况柯文哲 他的人才到他那边 可能很短一段时间就走掉了 所以我认为他的能力 还有他的信用 我认为是不值得信赖的 所以虽然说民进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民进党是 现在台湾唯一能够信赖的 现代化的民主政党 那再回头讲他的人才库 民进党是培养了三十年的人才 包含我这一代有很多我的同辈的这些人才 那当然大家年纪也都到了中年以上 那没有当年那么的清新 可是呢 他的历练都是完整的 那所以呢 我可以讲说 民进党就算有谁出了什么问题 马上都有足够的人才可以递补 那这个是民进党现在远超过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的优势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国民党 他为什么这两三届的总统候选人 提出来的我们都觉得说 有点不是最佳人才 我们比客气一点讲是这样讲 那是因为国民党内部 真的已经没有什么人才 国民党在解研之前 可能很多人才都是往国民党那边走 但自从解研之后 国民党已经失去了这个优势 所以可以讲说 大部分的社会人才 特别是政治的人才 都是往反国民党这个方向 这造成 这三十年来 民进党已经累积了相当庞大的人才 那现在民进党真正遇到的问题 是人才过剩 而不是人才不足 人才过剩的话 就会有内部的权力竞争 那这个是民进党下一个阶段 要面对的问题 我稍微讲一下 我觉得国民党是这样 国民党他长期的 做一个精英政党 作为一个统治的一个少数族群的政党 是这个其实这种状况的别的国家也有 我给你例子 但是当多数族群把政权翻过来的时候 一般的这个过去的精英政党 它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 本土化嘛 然后他就是向本土寻找很多资源嘛 在自己的在地寻找自己的支持者 但是说台湾非常特殊的是 因为旁边有一个中国是一个巨无比的一个庞然大物 而且呢 他偷偷的给了国民党很多资源 包括台商的货帮 包括在什么假信息啊 各方帮助 所以国民党都不努力了 就好像一个富二代 他父母偷偷给你寄钱 那你在社会上 你受气 你不努力了嘛 所以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本土化 为什么国民党台湾的本土支持越来越少 是因为他旁边有人给他资源嘛 他从别墅他的资源比较轻松嘛 所以他没必要再做这个方面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什么时候能够断奶 把这个富二代爸爸这个切断的话 他才能真正的变成台湾的这个本土化的一个正常的政党啊 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 刚才这个你讲的是维护主权 维护民主 这几点是一个政党的最基本的条件啊 做到这几点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吹牛的 可以自满 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正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呢 民进党其实很多应该做的事没有做 首先我刚才讲的就是 两年前发生疫情 台湾出现那么严重的疫苗危机 民进党稍微帮助高端一点 被骂了以后 整个这个疫苗这么重要的战略产业 战略资源 民进党完全不敢动 这我作为一个执政党绝对是一个失职 现在不管别人怎么骂你 台湾下一代疫苗 不管是高端还是哪个企业 一定台湾要做嘛 这是最重中之重的事情 但是稍微接到一点批评 马上就不敢动了 选举之后再说 我觉得这种缩头无虑的政党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因为在野党太不争气 所以民进党大家只能忍着让他继续做 刚才这个吴州一辰 你有已经提到了所谓第三政党的问题 实际上你在很多年以前 2007年就提出了第三社会论 那个时候你也不认识柯文哲 也不认识黄国昌也没有柯文哲 也没有黄国昌嘛 不过15年过去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 2007年到现在2023年 实际上所谓第三社会运动是失败的吧 我们无论是民众党 时代力量 社民党 激进党 实际上都没有真正形成一个 现代民主政党 更多的是变成了主席的粉丝俱乐部 跟新党一样 也都不是跟清明党一样 本质上是宋楚瑜的个人粉丝俱乐部 社民众党是 柯文哲的个人粉丝俱乐部 时代力量一度成为黄国昌的个人粉丝俱乐部 为什么台湾缺乏第二个现代民主政党 不能够形成第二个现代民主政党 为什么对台湾政治的 民主政治的发展 长远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台湾 台湾的民主化 已经是一个世界的成就 但是这个民主化必须要再往前继续推进 继续往前推进的话 不能让台湾停留在现在的政党的结构里面 必须要有新的力量进来 但这个新的力量 它必须是要是一个好的力量 它不能是一个坏的力量 我认为现在的柯文哲 还有民众党的这个现象 它已经是一个现象 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在支持他 我认为这些人支持他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就是他们想要在蓝绿之外 要找到一个可以支持的一个力量 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所以只好支持柯文哲 或者说被他的话术所引诱 或者说被他所吸引 因为这样的现象 所以其实反而正好证明了 第三社会论的正确性 也就是说会有新的选民出现 这个选民他们想要一个新的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 他不能够只是一个个人明星 因为这样的个人明星的政治 是不会成功的 他必须要有自己的社会基础 所以我们才把这样的一个理论 一个论述 把它叫做第三社会 而不是叫做第三势力 因为如果是一个势力的话 那就是从政者的结合 但我谈它是一个社会 也就代表说它是一个新的社会基础的诞生 我们现在可以讲说 这个第三社会 它已经慢慢在形成 但是他对他自己本身 并没有觉知 他以为说他看到了柯文哲 他就觉得这个是可以代表他的人 那是因为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只能够这样做 那我原先认为说 时代力量这个政党 是一个有希望的政党 因为其实它里面有蛮多 优秀的年轻人才 那最主要是在太阳花运动之后 有很多年轻一代的人投入政治 那但是也非常可惜 就是黄国昌先生 他个人的这个操作 那太过于的强烈 他个人的权力太强烈 但是他可能又不愿意正式的去领导 这个新兴政党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说 政党它内部的民主非常的重要 那时代力量这个党 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团体 就是你当年看不到他们内部 有完善的内部的决策 或者说内部的选举的制度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认为导致了 后来时代力量的溃散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虽然可以看得到 一个大的社会的趋势 就是说这个结构的变化 我们是可以用理论去预测 或去解释它 但是这里面的行动者 这些agent或者说 这个他的行动面的因素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 所以比如说我当年 我可以看得到第三社会的崛起 我也可以看得到说 台湾需要一个新的力量 但是我没有办法看到说 居然有野心家 或者说比较投机型的政治人物 他们有办法去利用 这样的一个趋势 去得到他们个人的权利 所以这个确实是当初无法预料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是有点可惜 就是所谓的第三社会 有这个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 可是似乎没有能够成功 有一个合适的现代化的政党 或者政治团体 来代表这个第三社会的力量 那兵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两党制的时候 我们几十年前在共党和保守党竞争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我不要共党 我也不要保守党 结果去选了一个叫自由民主党 自由党 后来一共一个民主党合并 自由民主党 可是他们很快就衰落了 因为他们也是有种那种明星政治 有几个人是像一个粉丝团体的明星一样 可是很快就发现他们个人有很多问题 这个党就衰落了 所以英国搞了半天 还是两党制 美国其实也是一样 美国也是一只两党 我们从济世一开始 其实我觉得 当然说理想是多党 大家有多几个选择 但是说比如说日本 日本就是一大众小 一大多小 就是自民党众大 其实基本上交给自民党在做事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 我想很多国家很难 大家每天都忙于生活 你让他有太多选择的话 他可能更糊涂了 更糊涂了 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台湾 现在是属于很兵凶战危 就是旁边有个巨大威胁的状况之下了 这个的话如果有很多选择的话 确实是 也许除非台湾整个的周围的国际环境 没有做改变 否则的话我想还是很难的 我认为当然除了选举制度以外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一样 我觉得台湾的民进党一样 就是他这个党本身 像日本的自民党 他允许党内有派 所以你的很多不同想法的人 你可以加入这个党里面的不同的派别 然后这个不同的派别 有一个党内民主和竞争 你把你社会上的不同的想法的人的意见 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办法来包裹进去了 因此你很多人虽然说 你可能在民进党内 你对他的一些政策有意见 但是你不一定要退出民进党 来搞一个新的政党 你可以通过你的党内的民主 党内的竞争 党内派别的斗争 来解决你对很多政策不同意见的看法 新潮流就可以说是个政党 要留整国会 什么永元会 自民党也是这种情况 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 所以这个不同派别 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的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之所以第三党 不能够壮大 跟这个也有关系 你不觉得吗 周一诚 但我觉得最大的因素 其实还是在于缺乏一个 他本身自己的社会基础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柯文哲先生 他一开始其实是民进党推他出来的 他现在必须要去侵蚀国民党的社会基础 他自己本身的社会基础其实还是薄弱的 但是我可以讲说就是有这样的一群选民 他们想要一个新的选择 但是这个新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其实并不是很具体 我认为柯文哲他是一个过渡人物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可以把局势搞乱的一个人 但是他可能不是一个能够建立起新的制度 或者说真正的一个新的政党的人 我认为他不是 所以他可能也还是对历史有一点点贡献 就是他把国民两党搞乱 但是未来还是需要更新一代的真正好的人才 来建立起这个新的力量 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谈一下你经常在脸书上 或者你到处演讲所推动的 所谓台湾是一个独特国家的想法 也许你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你对于台湾是一个独特国家的定义 然后你又特别推动所谓1920年代会重新来 然后你又对于这一次大选 你认为会是一个震动世界的选战 也是关乎人类前途的选战 你的这些想法能不能比较快地 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独特国家是我已经写完的一本书 但是我不想再选前出版 其实是因为我害怕这里面的我的观点 会被某些人拿去乱用 因为我刚提到说 比如说柯文哲先生 他缺乏对台湾政治 或者对台湾国际问题的真正的认识 所以他会到处去乱借用一些概念或一些理论 那我不太想要把这些对台湾未来 我认为是有用的一些论述 被拿到这个选举里面被他们乱用 所以我就故意把它放到 我希望能够到明年再来出版 那在这里面我要谈的事情是 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然后我们必须要发展一种 台湾人的天命的概念 比如说英国人日本人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 是非常独特的国家 非常独特的民族 然后在世界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人类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使命 那特别是美国 美国有所谓的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就是你的心态